大家好,是我们一个月一致的 今期看什么戏? 没说是今期看什么戏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小七 我是Hugo 今期看什么戏? 今期看什么戏? 其实也算丰富的 因为7月当时 如果见到Forecast 或者可能一集出街的时刻 大家可能已经看了《龙卷风》 这么快? 不是古天立那一套 是打风那一套 我其实也有看电影的 《Inside Out 2》 我可能只有舊一点 你也新一点 始终你也是电影界中人 其实有一套东西也想重复 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最近有新戏叫《全方位登转》 和龙卷记说起 其实是阴谋论 因为话说是60年代 其实美国的登转是造假 但是想不到这些江湖传闻 其实都市传说变成一个题目 这部份来说 真的有捉到一群可能比较成熟的观众 去进场 加上Scarlett 今次的表现也挺不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我觉得现在美国电影的自由度 真的很大 其实真的很开心 如果你见到你的地方 是可以拿回一些政府 以前不想说的题目出来拍戏 其实是挺棒的 另外就是美帝崩裂 美帝崩裂这些其实也挺敏感的 这些话题 对不对 虽然也不是真正假的东西 真的也是虚扣 但是也想说这部电影的音效是非常之厉害的 如果它出了这个4K碟的话 我相信也一定要买的 没错 现在见到Forecast的港版只会出蓝光 尾版仍然有4K 蓝光和DVD DVD也有 香港还有很多人看DVD 现在由DVD或者Bluet转造的就是串流 接着4K碟也有 所以今集我们依然是先讲串流的电影 接着再讲两个实体碟 两个实体碟大家看到 就是现在手头上这两个 先介绍一下 没错 首先有哥斯拉大战金刚的新抵过 还有就是这套猪鬼敢死队 兵风未来 没错 现时来说这两套港版4K UHD 都叫做焦点 6月7月档的大热 没错 没错 不如先讲串流吧 好串流吧 串流说什么 串流可能会先推介了 我说的是那一套 即使加Ivan的新片 《命运战书》 没错 对了 《命运战书》 另外在《命运战书》之外 我亦都私心推介一套Hitman给大家的 Netflix这两套电影 我自己来说很少在Netflix找剧看 因为太长了 我只是找剧看 两套电影 另外就是在Disney Plus 也说说那一套 Star Wars的试者 Star Wars的外传东西 试者 我这里也有很多东西想说的 不如别说这么多 我们一起去片尝试机 好 要开大一点点的音 转型的串流声底 Netflix那边有 但是那些声音都迷身的 正常 空气声特意坐在后置里 做一点点听一下 你听一下 这一套电影的画质也不错 其实这部电影的画质也不错 但是颜色方面这一段也不错 这一套电影像Rambo 连山灯都一样 但是它做Rambo 我觉得又不是很... 一直看这部电影有个奇怪的 就是你一直都不太投入 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强悍 就是打女人其实应该还有很多 但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 画龙点睛也很感染的 也是 还有男女主角那种 啰啰的感觉也算拍得很不错 没错 就是曖昧 这个曖昧是拍得临尼尽致的 这个女主角你也很熟 我也是有看她的电影 因为这个女主角 又跟另一个女主角的样子超似 我经常会跟三体的女主角 对 三体的女主角跟她的样子超似 那画面来说 这部电影就没有太大碍 就是完全是 吃尽了XR的 那些细节的位置 但是这部电影 你看她的眼神 你看她跟这个男生 聊天的样子 哇 对了 但是看这部电影 即她这些靠近的画面 你看到那个颜色 你看到那个人的肤色 你看到那个景深 其实是漂亮的 这些画面 其实一拍出来 已经是用得的一张照片 现在我们在后置的声音 她看着前面的后置的声音 其实都是在飞来飞去的 对 但是那些高音都是相对比较 暗 暗 一开始这一段是最重的 起码 因为是烦恶 好了 刚才试了三部电影 首先是《明文战书》 接着是《Hitman》 还有《迪士尼plus》那套 试者的《Star Wars》 规格方面 其实三部电影 都是标准玩法 有4K 有《Double Vision》 《Double Vision》 《Atmos》 因为我们刚才用《Project》 看来看 所以画面方面 我们用了一个HR-10的4K 来做一个参考 是 没错 全部都是电影的关系 所以都是2.35比1 没错 即是21比9 这种画幅 是 先讲《明文战书》 是吧 《明文战书》 这部电影我是充着Jessica来看的 我初初也很想的 没错 其实我发现 这个玩法有点像史太龙 Rambo 第五集的玩法 这些叫《伏仇式》的故事 这部电影也算是硬条硬马 其实比一个驚喜 就是开头那一场 其实声效也算挺不错 其次就是中后段 关门 黑位其实这部电影也算是挺暗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到OLED 或者Mini LED 就会比较容易认负 但《伏仇式》来说 可能真的要用新机才订得到 《伏仇式》来说 不是不行的 我想环境真的要变黑一点 全黑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拍片的时候 也有少量的灯 去拍摄我们的时候 其实相对某些位置也不太清楚 但是换句话来说 它本身的黑位也真的拿得太多 对我来说 即使我在家看的时候 其实它的黑位也不太容易看得舒服 嗯 没错 而且这部电影本身的剧情也有少少长 闻戏我都觉得多 即使它打电影都多 其实它闻戏要加的东西都多 而且也有很多故弄缘虚 所以如果是用来试机的话 是有些位试机的 但是就不算是一套很紧张刺激 以及从头到尾看得完的电影 声音方面这部电影是一个叫做中规中矩 因为有些枪声来说是比较刺激 譬如开头的几十枪声来说 我觉得是紧紧合格 但是说真的 如果有些位置 譬如炸版车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的M的力量好 或者你把声压加大 最起码可能6dB 可能你的动态会比较平均 但整体来说 如果你要比较分 我觉得会是60多分 有点合格 有点听 我自己也差不多 是觉得定位、空间 那些都不太行 串流的东西 电视看 或者是三压看 或者你家里轻轻的看 可以的 但真的当电影看 就会有点不舍比拟 对的 Full Gear来说 我觉得声画 其实对电影好不好看 我觉得也不是占少 除了剧情、剧本之外 如果声画是好的话 其实也会占30分 会成数 我觉得声画是将剧情 和演员的演技是一个成数 原来是好的话 你便将配数成大 但现在我想 就除了 眼分变了 对 没错 没错 另外就是Hitman Hitman 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推荐给大家的同事 其实Hilgo也是说好看的 这套是一套剧情片 基本上没有什么打斗 打斗架很流 最初我以为是杀手 我以为会有很多追杀情节 原来没有 不过这套剧 原来真的看女主角 女主角的表现 女主角的演戏的角度 还有导演 导演到她 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人 而剧情来说 其实是有少少荒谬的 去到尾段 尤其是去到尾段的时候 她竟然说 是真人真事改编的部分 我就觉得 有没有可能 其实除了是女主角之外 其实是男主角 都算是最近 荷里活想集中去捧的 一个叫做 比较成熟型的男演员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 都留意到她在Top Gun 做那个叫做Hangman 对上一套 她也配合Sidney Smidney 拍了一套 《真的恨爱你》 两个一分拔鱼 而且那套也算是 Sony这几年来说 是少数票房跑出的 赚到钱的戏 还有是新戏 不是玩逐集 Sony 你说 现在经常都在想 逐集出来 看会不会赚到钱 但这套 竟然是低成本制作的 爱情喜剧 是可以赚到钱的 但其实我觉得 这套Hitman 如果她在美国有没有上过电影院 没有上过电影院 但我看到有些好像西欧地方 好像意大利 或是某些地方 还是德坂 好像出回碟 但出回碟我觉得不够 这套电影其实我觉得 有少少力 可以像Sony那套电影 有少少 上电影院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 因为她的剧情来说 是古怪的 但当然 你问我 其实她的真人真事 到最后的部分 是假的 也是 其次的女主角 因为我知道她 早期拍戏的时候 都有些可能情欲一点的电影 是哪一段 当然我说不到 但我记得有见过一些剧照 但后期我看到她 无论是在做《寒战太平洋》第二集 原来是《寒战太平洋》第二集 原来是《寒战太平洋》 原来是《寒战太平洋》 因为我不是粉丝 当年4、5、6照片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 之后大过了 之后都没有提醒 其实你问我 我初初是不喜欢《Star Wars》这一件事 也没有什么兴趣 《Star Wars》那些 那时候我也是喜欢《Star Wars》 但《Star Wars》的世界 不太合得到我喜欢 直到前转 1、2、3 其实我也是普通 我是没有电影看 我亦没有卖点 但你是 唯一是 唯一是帮到你手 或者和你提供到TXX 因为这首影片是TXX的推手 唯一是唯一 如果也是 唯一是考了TXX的牌子 多谢陆卡士 这件事和电影没有什么关系 是 但是 你硬要说是有关系 但实际是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Star Wars》去到7、8、9 我反而喜欢 我反而会去看 但是在那个世界里 其实有很多《Star Wars》的原粉丝 已经唯一了那几集 因为我有些朋友都喜欢《Star Wars》 他直接说到第七、第八、第九集 就是垃圾 根本就不是《Star Wars》 傻瓜 因为《Star Wars》第七、第八、第九集 好像都是J.J.A. Adam 第七和第九集是J.J.A. Adam 我本身很喜欢这个导演 因为《Mr. Impossible》 他有其中一集 是执行到过 第三集开始 那一集我在电影看 是正到不得了 我是完全投入到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开播那种紧张刺激 所以我对这个导演是非常高的评价 他执行到《Star Wars》之后 我也有去看 我也喜欢 所以 严格来说 你问我 《Star Wars》原早的人 是不会喜欢 现在迪士尼的所有《Star Wars》外传 是 但我本身都可以 小医生 如果是深水堡搞光剑比赛 你千万不要去 我没有 完全没有想过去 看到都觉得 缩一缩 害怕 小心 完全 但是光剑这些 我是不会抗拒 还有 现在圆力就变得 好像第二功人 龟波气功 类似 类似 可能你这些元祖人马 你会觉得 神经病 不是路 本来还可以 但是他玩到隔空取物 之后隔空 全程 就开始有些离谱 而且 试者 在我国内来说 有些超过了 就是今次好像是八爺上身 袁浦平上身 然后Chinity 这样 刷掌风 那时 是很 很奇怪 但我这些 没有什么 前车包袱的人 我看就觉得 你问我 试者 看得完 现在 到这集数 我都还在看 然后之前 阿Soka 其实我也看得完 有些 很像Star Wars 我没有看 好像有一个叫 安 安 还有一个叫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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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看 那部是很确实 但那部有很多人说 很喜欢 那部是很像Star Wars 那部是剧情 和一些叠战的元素 这部闻气太多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得 对 我看了一集半 就没有看 对 而且那部剧 很多时候是追着 合到一后一条水 因为是延伸故事 视乎你有多喜欢 那部份的宇宙 是的 试者来说 就看到刚才我们播放的第五集 第五集 声音和画面表面上 好像不是跟电影那么丰富 但我觉得 气氛其实算挺不错 虽然这部剧 它不是放在电影院的 但其实他们的班底 即是Master那些师傅 其实也是有一群 做过电影院混音的经验 听到这部份 比较中小型製作的电影劇 也好 但那个气氛 前场后场的感觉 也算挺 对 音效来说 你问我 如果要看电影 在家里开行机来享受 它就不是这一类 它一定不是这一类 OLED上是会更兴奋 对 因为它是全黑 全黑的时候 其实它的光剑 再加上它又不是特意做到 燃热的光 其实也是个人的 但如果你是玩 普通LED 或者Mini LED 都不是很新的那些 这样就 可能相对来说 就会觉得不太好 对 但是挺有趣的 它会几分不同器材 有不同画质出现 你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 对 也是 Twinno 今个星期分享了几套 接下来有些预告 也想说一下 Sweet Home 会出到第三季 之后还有 特意肯利害你 还有一套 就是iMAX的记录片 叫做《极限爱情故事》 我看了一些预告 预告说 一对情侣很喜欢做危险的东西 爬到很高 爬到某个建筑物的顶 然后拍片 然后有iMAX帮他们拍摄? 应该是说 整个视频的Maskering 是为了iMAX的上画 因为外国有尝试去看这些东西 你推介给我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 iMAX在美国上了戏 香港没有上戏 香港大家都不会有心机 慢慢付钱看这些电影 直接上了Netflix 刚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香港也有 没有在香港 其中一个地方也有 走到很高的棚架 拍摄了 画面也挺壮观的 接下来还有些什么? 近期龙卷峰上画 大家看完后 可能对女主角也想看他的舊戏 Daisy Edgar Jones 之前有几个小医生说 他的剩人片 就是那一套 应该叫《荒野迷思》 曾经在Netflix上过 但这一刻应该在香港 但那套戏 也是一个挺好看的剧情片 而且也猜不到 有点逆转性剧情 其次就是这套戏 叫做《恋爱誓言》 也是Daisy Edgar Jones 做女主角 接下来有男主角 就是说《Vinter Soldier》 其实这套戏也挺特别的 因为有点说 有点说五交选友 五交选男友 选男友 然后男主角原来是 食人魔 整天故事都说 他如何逃出魔杂 我觉得故事 其实整套戏 顶尽都是五个人的一个框架 去建构出来 但其实整个剧力 特别是说 他如何用心计的方法 去逃走 反派去逃走 那段戏其实也挺正 如果你说近期是追开 他的旧作画 也可以留意一下 都是女主角先行 没错 2022年的作品 这些都可以大家欣赏 好 来正常 正常就是 两套实体碟 没错 实体碟 刚才也有说过 先介绍一套 竹鬼感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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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惯性 现在看到的是港版的包装 里面有一只BD50 加一只UHD100 在4K方面 它有双道比 道比Fission 和道比Atmos 封底就是最基本的规格之外 上面还有些花碎的部分 嗯 没错 其实现在这些 即是出4K碟的话 没有Vision 没有Atmos 好像都出不了 但它还有DTS HDMA 不过不是我们听开的语言 没错 那些法文 ClickHard E 接下来就谈到金光荷里活版 没错 这套片也算是年头 片房也算是不错 即是继续沙丘汗战第二集之后 其实这套片的反应也算是帮助 帮到手 一碟里面就是这样 两只碟 一只4K碟 一只Blue Ray 4K方面 一只UHD100 依旧 在规格方面 4K也有双道比 Atmos 和Fission 不如我们进入正片 看看Menu 以及有哪些章节 推荐给大家使机 没错 我们现在放一只 港版的 哥斯拉大战金光 新帝国的4K碟 分了12个章节 也算少 也算少 可能10分钟一个章节 声音有英文的Atmos 之后可以看到英文的5.1 德语Atmos 德语5.1 字幕有英文 德语 意大利 中文有两条 繁帝中文 台语风格 然后还有粤语 其他就是欧洲的语言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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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好,現在放了一隻港版的竹鬼敢死隊最新一集 即是冰封未來,先看看manual 有英文的atmos,英文的descriptive 還有法文,法文的descriptive 還有西班牙文,最後還有泰文 西班牙文是DTS HDMA Audio下面再滑下去,它有字幕的subtitles 然後你見到英文兩條,然後中文一條簡,一條繁 那就沒有港版字幕了 還有法文,韓文,西班牙還有泰文 就是這麼多,分了數到chapter 那就OK了 Extra,因為4K點的關係 它只是收錄了導演評論 以及一個預告片,例如reels 看到有Gaffey Mile 特別功能那邊就放在Bull Ray 沒錯,用回老方法 OK,好 嘩,好像那個力量很大 那聲音不錯 可以,可以的 最棒是水泥鬼彈起那一刻 那個punch位 還有那些低音位是快點打身後那些 剛剛看完電影回來 先說金剛這個大戰機械獸 如果要比較器軟 我覺得它的大力量好少少 好少少 但還是未到發燒級的水平 對啦 那戲軟是差一點的 你的座位已經是… 完美!完美!完美! 如果跟上一集比 我覺得上一集的畫面好一點 如果跟上一集比 其實Tuning來說 我覺得是上一集的畫面好一點 因為這集你看到無論是製作 或者是整個Cask Manda來說 其實都是縮到一個 相當來說可以是刀仔舉大樹的範圍 特別是… 我覺得它收夠醜 就是省少少錢 然後賺同樣的錢 希望 希望 這個是這個帳戶的最大的願望 就是公司最希望 終極的目標 沒錯 感覺上聽得到 其實動態其實我覺得它不是很差 但是量感很明顯 沒有上就那麼狂方 而且定位不是那麼清楚 對 而且其次就是物件 感覺上物件的量比之前少了 變成娛樂性 那個投入度來講 這一部分可能會扣少分 對呀 但是如果你是這個怪獸系列的粉絲 我想就沒辦法不追 不過又是這樣說 荷里活現在搞到哥斯拉成一隻寵物 真的很難搞 因為它之前 就將整個怪獸宇宙想得很大 很大的 我覺得它越想越小 我覺得最頂峰是骷髏島 以及香港之戰中間那個時間線是最吸引 就是好像慢慢的 逐個東西移動出來 現在它移動出來 兩個好像變成MARVEL 畫面方面來說 我這次都是不夠嘗試進取的 即使說真的 我自己在家裡也試過兩集 都是出到比Fusion比較過 上集來說 我覺得香港景是電視機的一個 一個Benchmark 指標性 這集來說 我覺得它好像是因為數碼太多 太多CG 其次就是它好像要加上 不知是Noise 還是霧氣的感覺 去做回鄧花文的Effect 令到沒有那麼容易露餡 然後就變成畫面不夠露餡 不夠力 不夠精神 值不值得購買 我覺得大家喜歡這個怪獸系列 或者這個君主系列來說 其實這套也是其中一個拼圖 雖然不是最精彩的拼圖 但我覺得是沒有它之後就練不到 還有如果是喜歡試低音 這次的低音其實是來得收放快了 是 如果你喜歡玩低音的話 這套戲也不妨收一收 如果劇情你不太抗拒的話 都是 沒錯 好 接下來就是下一位代表 是 捉鬼鬼鬼鬼鬼隊 是 捉鬼鬼鬼鬼鬼隊 這套戲是燃壓來說 我是未看劇 我只是在上次Sony活動試了 是 是 我其實很羨慕 上次Sony活動完結後 有香港捉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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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他之前是天父的禮物的女主角 跟Captain America做的舅舅 在那裡跑出來 算是跑出來嗎? 在荷里活來說 他算是冒起的一個新進的女演員 還有他自己也有一個頻道會唱歌 也是在跑 好 接著就是兩位年輕的一輩 再加上舊時的周圍錦絲隊 元祖 彪梅里 這個周圍錦絲隊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有 我還未看 所以剛才試聲 就試回開頭的那一段 叫做試坑龍 坑渠龍 坑渠龍 坑渠龍那一段 因為我上次做Sony活動的時候有試過 也知道它有多Effect位 所以剛才試回 試回來說 我覺得Dynamic也有 Sony是有Sony的聲音 Sony的碟和Sony的器 是有Sony的聲音 但我不是說它一定是最美 這套也不是真的超美 發小級 不是的 但它會有一個正常的周圍 可以給你 起碼聲壓那些 你不會又要推大 即是聲壓 少許定位 今次我個人的形容是少許定位 還有左右的Sony是給你 還有定位清晰 也有 但不是太有天花聲 沒有太多天花聲 還有電影感多一點 其次 有一兩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參考 就是它的實驗室裏面 即是鬼王出來的那段 夜景再加一些閃閃亮的Effect 好少少少 即不是把高光位推到很光 令畫面很閃亮亮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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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看導演的樣子 我都會借借地回到慢慢看 可以 任何時間 今集 今集來到這裡 現時來說 根據我們的走勢 應該是一個月做到一集 應該很勤勵 其實已經是近排最有話題式的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電影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電影 譬如我們想說一下平衡的話 我們也有一個討論區 大家可以去討論區開帖 或者PM我們 或者inbox我們也可以 有哪些電影可以推介 你試過什麼電影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現在有時在Netflix上 你要找電影 有時你看到的playlist 和我看的playlist 真的太不一樣了 例如我最近看到 很多人看到大隻佬那套Rampage Rampage出來嗎? 是呀 有人說他原來是一部笑片 我剛剛在Facebook看到 好介紹 今集就來到這裡 好 最後聽到大家的喜歡影片 記得like 記得subscribe channel 最後按下鐘 就是update第一時間找你 下一段今集看電影 再見 沒錯 拜拜 拜拜